那鼻中隔弯曲本身是所谓的这个结构的问题 它包含两个部分 有所谓的软骨的弯曲 有包括所谓的硬骨的弯曲 所以如果真的要去进行鼻中隔弯曲的手术 一般都是使用鼻动内湿镜的这样子一个手术来进行 房间病人常被建议到的手术 包含一些雷射手术或者是微创刀片等等的这些手术 基本上它所治疗的都不是鼻中隔本身弯曲的问题 很多都是针对下鼻甲这样子一个结构来做一个治疗 如果说这个单纯就鼻中隔手术而言 一般所采用的当然就是鼻内湿镜手术 那也就是呢我们会使用鼻动内湿镜 透过这样子的器械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视野 投射到内湿镜的前端 那在这样子的放大的视野里面 那足够的光线里面 我可以把病人鼻腔的这个整体的状况 做一个很明确的了解 那这是看得见的部分 第二个部分叫做做得到的部分 那做得到的部分呢 我们手上这一支就是所谓的微创刀片 它本身有两个结构 一个结构叫做外翘套 那一个结构叫做内翘套 它是透过一个旋转 微创刀片把组织吸进去两个翘套中间 然后再透过每分钟7500转的高速旋转 把这些息肉多出来的组织 过度的发炎 肥大的息肉等等 把它搅掉 然后透过后面的吸引管把它吸出去 所以这样子的微创刀片事实上广泛应用在临床 包含过敏性鼻炎 鼻痘炎 慢性鼻炎 肿瘤等等这样子的手术 这个都是临床上很常用 非常实用的一些器械 那本身原则上都是自费的衣材 那包含往前的这种完全向前的角度 以及针对鼻腔这样子一个体积 不同的角度可以做一些旋转 甚至比较大幅度的这样子的处理 所以一般来讲这种微创刀片 就是要看术前的评估 假设病人是比较直线的 或是说他的这个疾病呢 是比较局限的 那使用这样往前的微创刀片就可以 可是如果是鼻痘炎 包含它在额头 或是它在侧面 甚至更深 甚至在头颅里面 我们会需要比较多 这种有角度的微创刀片 那现在医材的发展 事实上我们真正在开刀 都可以透过后续的这个连接 有一个导航系统 可以很精准地去做病人病造的移除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 包含内饰镜 包含微创的器械 这个都可以完整 从前到后处理鼻中隔 针对下鼻甲的手术 通常也是使用内饰镜来处理 那所使用的原则 就是一个这个能量的来源 那针对下鼻甲的组织去做一个稍作 那这个器械本身它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在它的前端有所谓的吸引的头 所以病人真正在开刀的时候 透过局部麻醉 就可以把它的这个鼻腔里面的雾气 或者说它的血水 透过这样子的开口把它往后吸开 除了鼻中隔 弯曲的手术之外 下鼻甲的手术也可以同时进行 那就看临床的需要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疾病 选择不一样的器械